你可能想象自己手握大槍, 硬怼银行,金库大门,说开就开。 你可能想象自己枪托杂贵, 手掳保持,美元钞票,说花就花。 你可能想象自己突入禁区, 翻箱倒柜,和平炸弹,说卖就卖。 你为此心动吗?你想要行动吗? 日路四百万,消杂每一天。 没错,这就是一款全员恶人, 主打硬核抢劫多人裁剪, 潜行配合的阿玛瑞肯日常模拟戏,收获日,Pay Day。 原本Pay Day的剧情在二代剧情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束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官方把三代也做出来了。 三代的剧情,延续二代的故事, 把已经退休散伙全身而退的Pay Day邦又重新聚集了起来, 全员恶人再次横扫各大银行。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便借着三代发售的时机来说一下 Pay Day收获日这款游戏, 从一代到三代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Pay Day 启动。 2011年四十出所的奈森正在寻找人生的出路, 年轻时的他混迹于芝加哥黑帮, 从而熟悉了枪械抢劫于这个世界的阴暗面。 或许是出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奈森认为这个世界的运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黑帮也只不过是另一套牢笼规则, 所以他阴谋挑掉了芝加哥本地的两个帮派互斗, 并在两者的互斗里与帮派的追杀里存活了下来。 此后的奈森便一直潜伏在地下世界直到2011年, 一个名为贝恩的人打来电话, 想着询问你的将来要如何度过? 每个人都需要一份工作不是吗? 我们都需要一个Pay Day,一个收获日。 于是奈森化名达拉斯开始利用自己这几年在地下世界的人脉, 拉起了一个队伍,命名为Pay Day邦。 沃尔夫作为初始成员之一,在2010年前活得不错, 有自己经营了科技公司, 但是随着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与公司的破产, 他丢失了一切。 为了让自己重头再来, 他怀着创业一般的热情, 投入到了Pay Day邦的抢劫事业当中。 由于沃尔夫具备了很好的工程知识, 所以大家都可以玩笑的说, 游戏里的电钻都是沃尔夫手挫的。 但用过电钻的都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个野路子, 动不动就卡壳了, 需要你手动重启, Pay Day从来不买高级货, 抢劫全靠硬实力。 在FBI的文档里也显示了沃尔夫患有一定的精神病, 所以他才能做出电钻他人的疯狂解字。 当然精神病正在哪里患上的, 有小道消息称, 沃尔夫是在一代的人私医院被感染的, 这个关卡也是Pay Day与丧尸类游戏求生之路联动的关卡。 钱恩斯一个标准的反体制人员, 最讨厌的就是被别人命令, 他可以合作, 但是他绝对不能成为手下, 如此叛逆的人居然在成年后选择入武军队, 那个视规矩为一切的集体力, 并在里面服役多年后, 在此确定自己就不是个愿意被动接受命令的人, 所以离开了军队的他, 成为了雇佣兵。 加入Pay Day邦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够成为元老, 更是因为这个帮派的管理十分的扁平化。 即便到了二代,Pay Day邦扩充到了十几个人, 大家也仍旧是各自发挥并没有明确的商家集关系。 霍斯顿一个十分标准的英国流氓, 标记脏话来从不重复, 从小在绅士的英国长大, 玩惯了坑蒙管骗打架结舌,最终被捕。 据说他之所以化名霍斯顿, 是因为捕获他的小镇就走了霍斯顿。 在服刑完毕后, 他又混迹在不同的犯罪集团里, 直到最后他才加入到了Pay Day邦里。 虽然他的本职工作是个英国痞子, 但实际上却也真的是个英国公子哥。 在二代里,Pay Day邦的安全屋就是他安排的, 而且还有他的管家帮忙打理维持屋子的一切。 初始行动的四人组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反社会因子, 但他们只是反体制,不反人类。 所以在游戏里如果你不小心射杀了路过的平民时, 会由贝恩来向无辜的死去的路人陪赴人身险, 从没有见过哪个匪帮会为杀错人而打钱的。 没错,整个Pay Day邦背后的金钱运作、信息支撑、 脏活承接与计划安排, 都是来自于坐藏在写实器后面的贝恩之手。 贝恩,Pay Day里最神秘的角色, 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貌, 不同于现实的大多数人, 不想见人是一位社恐, 而藏身于网络之中的贝恩有着更加宏大的目标, 反体制的目的不能只是破坏, 而是要搭建新的社会体制, 夺舍美国才是他的目标。 于是四人的外型小队与一人的网络支持构建而成的Pay Day邦, 就正式成立了。 Pay Day 1 启动 作为自己的第一单, 抢劫银行那是必须的, 毕竟银行在达拉斯的眼中就是如今社会的万恶之源, 银行就是用金钱来奴役世界人们的看门狗, 人们存钱时被银行看管, 人们取钱时被银行脸色, 银行就是吞食人们劳动成果的怪物, 而从怪物的嘴里抢食那才是英雄之举。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 抢劫银行绝对是一个汉匪的新手任务, 结果无非是两个,要么是出新手村,平步青云, 要么是进苦窑子,牢底坐穿。 所以名为世界第一的银行就被Pay Day邦看上了, 谁让你的名字这么屌呢? 虽然Pay Day邦表面上是一群戴着面具, 拿着枪械与炸药的蛮腹, 但在实际的抢劫里依旧有着各种各样的AB计划以及策反内鬼。 骁龙银行金库大门的旅游记早就被藏在了银行里的打印机里, 而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钻破银行的大门, 烧穿金库的天花板,然后带着大把大把的金钱逃跑。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下网络剧里达拉斯对此的宣言, 保持冷静就没有人会受伤。 我们只是想把第一银行从美国人民那里抢来的钱还给你们, 他们把你们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还说服你们那是为了你们的利益, 我们不希望上海你们,想想你们的家人,想想你的朋友。 虽然说的挺好的,但是估计最后受伤, 受损的还是趴在地下的老百姓。 总之佩德邦的手把抢劫顺利达成, 众人带着一包包的充满着自由味道的金钱, 在贝恩安排好的车辆的协助下逃了出去。 佩德邦的名号开始在地下世界打出了名堂, 而他们的小丑一般的面具成为了这个帮派的象征。 但一切不会都那么顺利, 在不久之后的一次打劫里, 前来坚硬的合伙人马特直接背叛了众人, 拿到了钱的他直接放弃了四人的接应反而坐着车溜着大吉。 愤怒的四人直接开启了如同麦阿密一般的街头追逐与火拼, 最终通过汽油燃烧车辆的方法把马特逼了出来, 并在无限警察的追击下硬生生的保住了自己抢劫而来的财产与惩罚了马特。 接下来的一年里, PT邦几乎不与外人进行合作, 同样也没有多少人敢再与他们玩猫腻了。 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甚至能够杀穿其他帮派的安全屋, 炸掉所有的楼层, 把屋子里装满金钱的保险库, 通过飞机脱运偷走, 接受某个大富翁的私下委托, 在格林大小上骑袭监运的押送车辆就加富豪的儿子。 在严密的安保下盗窃保断, 在屠宰场里默许沃特、国庸兵发生冲突, 抢劫他们的大新条, 偷取假贤大赫的假币模板, 甚至连美国税务局都敢黑进去, 把里面的脏钱给盗窃出来。 一战的最后, 直到出了一个联动关卡人刺1月才算结束。 11年到12年期间是PT邦最初活跃的时间点, 似乎也是因为入侵了税务局, 导致了FBI彻底盯上了这个新生的诽谤。 于是FBI抓住了中间人赫赫特的把柄, 强迫赫赫特把PT邦出卖了。 12年的下半年期间, FBI抓住了行动四人组里的义人英国流氓赫斯顿。 于是在贝恩的决定下, PT邦进行了第一次短暂的休眠,避开了FBI的火力, PT1的故事暂时落下了帷幕。 但就如同有人喜欢遵守秩序, 有人就是不喜欢遵守秩序一样。 PT邦天生就是秩序的叛逆者, 所以不久之后,贝恩就携带着帮助PT邦成就辉煌的超级大功臣, Crime.net网站强势回威。 PT2就此启动。 相比于1的地点模糊, PT2的主要故事舞台都发生在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 2013年搭建好了Crime.net网站的贝恩开始重新召集PT的其他人, 达拉斯、沃尔夫、钱恩斯以及替代被抓入监狱的霍斯顿作为新人的休斯顿也加入其中。 仍旧是4人开始准备重操就业, 而时隔多日的他们是否依旧熟练, 对贝恩来说还不确定。 所以贝恩为4人选择了两个偏僻的场所开始练手。 第一个场所是某个小镇的珠宝店, 在这个边陲小镇安保欠缺警察直管的地方正是和PT邦重出江湖的试水, 而这个珠宝店就是PT里的吉祥物爆不开的。 后面你也会看到他经历了贷款失败的大银行抢劫, 全身摔伤后最终搭上了便车, 成为了PT邦安全屋的酒保。 第二场所依旧是某个小镇的中等银行, 许多人细称为农村信用社, 对已经习惯了大场面的PT邦来说早已轻车熟路, 呼他为首数二。 所以众人打算干一条大的,他们要就地重游。 在PT邦休息了这几个月里, 达拉斯也没有闲着, 他成为了华盛顿区世界第一银行的经理, PT邦的重生必须再次从抢劫世界第一银行作为旗舰。 所以这一次由达拉斯作为内应, 沃尔夫·钱恩斯与休斯顿作为匪徒突入银行准备抢劫, 但终究还是多月未干, 华盛顿的警察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 三分钟内砍到了, 从而堵截了四人的出路, 在四人化整为零各自三干的方法下逃离了银行后, 却发现本应该来接应他们的车辆, 则是被另一个人劫持了。 弗拉德,一个乌克兰人, 常年混迹于俄罗斯黑手党, 如今的他似乎已经开始单干, 涉足的黑色产业众多, 包含了军火、勒索、抢劫以及奶粉走私。 他在此处寻找众人只有一个目的, 他欣赏PJ,他与贝恩达成了合作, 他主动加入了Climedonite这个地下世界的信息犯罪网站。 他要做PJ新的合约人, 他有门路,他有信息, 但他需要打手为他完成这些任务。 这也是贝恩创建Climedonite的原因, 在一代里的他们太过于实战立国, 他们无法把自己的信息有效的散播出去, 别人也无法轻易的加入到他们这个小团体里, 只有把某些信息共享把任务分派明确化, 才能保证PJ帮顺利存活下去。 也就是说只要拉入Climedonite的人越多, 那么这个网站就越有价值想要PJ倒下去, 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如同一代那样扳倒一个贝恩就行了, 还需要扳倒Climedonite里的所有合约人, 而这里的每个合约人都不是好惹的。 这也就是我们在二代里能够见到如此多的合约人, 以及PJ帮能够迅速扩张起来的原因。 弗拉德作为第一合约人虽然他认可别人, 但是对PJ帮他还是要亲手考验考验的, 所以最初他交给我们的任务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说某个商场不愿意交给他保护费, 所以他就派PJ帮进行大肆破坏,逼迫着他们交钱。 比如说自己地盘有人吃里爬外想要藏钱, 他就派PJ帮前去警告, 比如说夺回自己妹妹的昏眠, 直到帮助他把喝醉了酒的圣诞老人小舅子 以及散落在森林里的奶粉带回来后, 弗拉德才正式开始交给我们一些符合PJ帮高水准的抢劫行动, 于是一上来就要老命了, 抢劫的是莫奇沃特的私联安保公司的仓库, 这个莫奇沃特是PJ帮的主要对手之一, 他们几乎就是PJ世界的最强安保, 从他们的仓库里偷东西简直是老虎嘴里堕食。 从某个角度来说,弗拉德直接就是把难度拉满, 要么是PJ帮顺利逃出冥满天下,要么是被莫奇沃特围剿,彻底消亡。 但作为主角的PJ帮还是顺利的盗取了仓库里的大量宝物, 尤其是在这里偷到的一套日本武士飞架是后面故事的伏笔之一, 以后会有一个日本黑帮智狼加入PJ帮,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就在莫奇沃特里。 顺利盗取宝物后,弗拉德大喜紧接着他就派出了更加野心庞大的合约, 熔火行动正如同这个名字一般,我们就是在玩火。 这一次的抢劫依旧是莫奇沃特的仓库, 但是弗拉德引起了真正的目标, 只是让PJ帮到莫奇沃特的仓库里寻找一间保险室, 并把里面的东西拿到手。 当然PJ帮用强弓用撬棍真的把保险室的门打开后, 看到货物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傻眼了, 居然是核弹头,居然是乌克兰传统的核弹头交易。 弗拉德大笑:"来吧,兄弟们,把这些弹头小妖精给我运出来。 于是PJ帮起舞奶架只能听从弗拉德的指示, 用着铲车把核弹头运到火车站。 这一站的顺利完成,让PJ帮与莫奇沃特成为了死敌, 也让弗拉德把PJ帮当做了自己的先父, 并借用弗拉德的手, 给Climedown Knight拉来了第二个合约人——赫克特。 赫克特原本是东海岸的一名奶粉贩卖集团的头头, 在一代里面由于FBI抓住了懒泪, 所以不得不帮助FBI剿灭PJ帮。 第一次赫克特让PJ帮里的霍斯顿进了监狱, 从而导致了贝恩暂时遣散了PJ帮。 而这一次PJ帮在华盛顿死而复生, 尤其是抢劫核弹头的行动,直接动怒了FBI。 因此他们再次找上了赫克特, 要他治PJ帮于死地。 因此赫克特就再次借助贝恩想要扩大合约人的由头, 同意加入Climedown Knight成为新的合约人。 赫克特这个人挺复杂的, 在真人网络剧里虽然他是个毒贩, 但是他还是见不得别人欺负陪酒女, 甚至亲手上去揍人。 但是他却不会对自己卖奶粉的行为有人和愧疚, 基本上属于生活与工作剥离, 生活里他是个好人,工作里他就吃个毒贩。 而在赫克特安排的所有合约里, PJ帮总是步步为难抢歇, 在看门狗中卡车刚一到站车外就埋伏了无数的警察, 而剩下的几个赫克特的合约都是为了他排除一击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门多萨。 甚至不惜为了击败门多萨, 赫克特还让PJ帮直接入侵FBI的服务器。 这个行为也因此激怒了FBI, 因为不光赫克特是他们的眼线, 门多萨里也有FBI的眼线, 这属于窝里斗了,借助PJ帮的手清除掉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也被FBI冷落后的赫克特, 基本上就不再分派合约给PJ帮了, 所以接下来的合约基本上就再也没有赫克特的事情了。 也是在此时贝恩真正想要叫的大鱼上钩了, 西蒙斯也就是俗称的大象是一位还在竞选的众议员, 他的名言是我是谁, 我就是你们所知的一切政治家的对立面。 总之大象是一个极其恶德与不要脸的政治家, 为了权利与金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甚至还跟自己的赞助人的妻子有一腿。 他的本质虽然是一名政治家, 但其实更像是在政治家这个圈子里为其他人排忧解难的中年人, 党内专门为了解决困难的打手。 所以当他知道crime.net这个网站存在时, 甚至主动进行了接触。 而他交代给我们的几个合约都有其政治含义, 石油大行里盗取科学家的实验成果打击政治对手的经济来源, 偷奸换日里栽赃其他党派的议员。 甚至在选举日, 他为了让自己成为参议员, 为了让自己手下的市长候选人麦肯德里克获胜, 而对选票机进行了暗箱操作, 重新改选了选票, 从而让麦肯德里克成为了新的华盛顿市长。 没错, 之所以华盛顿的FBI剿匪越剿越多, 就在于政治资源的上层也与佩雷帮互通有无。 此时另一个奇特的合约人, 牙医也进入到了佩雷帮的视线中, 她是达拉斯看牙医时主动接受佩雷帮的, 并且她的背后也很有一两符, 不可能知道一直戴着面具的达拉斯, 是佩雷帮中的行动小队的领导人。 甚至牙医还开玩笑的问达拉斯是做什么行业的, 达拉斯回到是金融运输业, 抢劫确实是金融运输业, 一个字也不带撒谎的是吧? 牙医这个人并不喜欢麦肯德里克成为市长, 所以很有可能她的背后是另一个政党的支持, 但牙医看上了佩雷帮在选举期间的行动, 大胆迅速不留痕迹, 她要达拉斯为她服务, 她要夺取的宝贝是那颗历史上著名的宝石——希望蓝钻。 如果佩雷帮愿意帮她夺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 她甚至可以略使小技帮助佩雷帮把关在监狱里的霍斯顿给救出来, 听到这个消息后, 达拉斯决定接受牙医的合约, 但在实施真正的计划前, 牙医还要考验一下佩雷帮的真正实力, 给她们的任务加加难度。 第一个合约就是抢劫大银行, 一个美国最古老的也是一个从未被人打劫成功的银行——贝尼弗伦银行。 而今天便轮到了佩雷帮前去挑战她的不败金身, 不愧是大银行,金库跟大厅一样大, 金库里的门一道锁着一道的多, 当然这并不能阻挡佩雷帮的胜利,所以银行里的金钱被掠夺一空, 挑衅完银行,牙医让我们去挑衅黑帮。 一个名为政委的俄罗斯黑手党头目需要被清除掉, 牙医承诺当佩雷帮清理完政委后,就是接回霍斯顿的日子。 在击杀政委的过程里, 佩雷帮发现这小子居然把自己关在了保险库里, 而是一边打电话呼叫手下一边在保险库里大骂我们, 我也是从他这里学会了一句骂人的话,今天我见到了一个傻逼吃屎了你知道吗? 那个傻逼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学习了。 玩这个游戏不学几句丧话算是白玩了。 于是牙医为了确保佩雷帮确实能够帮他把希望兰断给道具出来, 开始帮助他们救出霍斯顿, 让佩雷帮化身为最强的初始四联组。 牙医通过背后操作为霍斯顿安排了一次重新审判的机会, 而重审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在重审的时候可以在转间的路上通过炸开法院的墙来把霍斯顿救出来, 这要比他喵的劫狱简单得多了。 也是在这个任务里上演了精彩的沃尔夫电钻钻钻头的经典场面, 但逃出来的霍斯顿越想越气,傻瓜的调子做事, 不可能那么精明,一定有内鬼, 没有内鬼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怎么能够进去呢? 是谁?霍斯顿要丢出这个人。 于是他拉着PJ帮连球服都没有换,直接闯入了FBI的大楼里, 获取这里关于霍斯顿案件的信息。 虽然这一次的闯攻大戏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谁是内鬼, 但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安全屋, 在这个安全屋里必然有背叛自己的内鬼。 因此众人再次空降交取了安全屋, 就是要看看到底谁是内鬼。 在打开安全屋避难事大门的那一刻, 看到了人毛狗羊的赫特立在其中, 赫斯顿想都没想就直接开枪击了叛徒。 甚至连贝恩都开口大骂了, 那个叛徒居然是赫赫特, 这个兔崽子居然想把我们全部干掉, 我们帮他重新夺回了权力, 他却想背后捅刀子, 真他喵的是个人渣。 众人在一回想, 曾经赫赫特安排给他们的合约就恍然大悟了, 根本不是他们倒霉, 而这PJ帮就是被算计了。 在终于找出了叛徒解决了内患, 甚至把霍斯顿也救出来后, PJ帮成为了完全体。 也便是在此时, 牙医露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希望蓝钻。 这个钻石传说曾经跟随可汗戏征打下了大片的江山, 但在过被砍头的玛丽皇后的脖子上, 更是曾经被希特勒所拥有, 任何保存过他的人最后的下场都是惨死。 而如今这个象征着权力与阻输的希望蓝钻就藏在某个博物馆里, 拿到钻石然后跑路就这么简单。 当然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自然阻挡不了PJ帮的突袭, 但这并不是牙医的最终目的, 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伊拉斯维加斯的金鸭大赌场, 一个与大银行同样复杂而艰难的抢劫任务, 夺取的蓝钻也不过是为了把他做成超大型钻机的钻头罢了。 这个赌场的最深处有着牙医的秘宝, 一个有着三角绘图的木盒子, 这究竟是什么?牙医并没有告诉我们。 他只说完成了这个任务后, 他与PJ帮再无瓜葛。 但钱已经入了PJ帮的口袋里, 也便再没有人在意了, 你的小秘密,不是吗? 这几次的大案让PJ帮声名大噪, clime.net网站在地下世界里也被更多的人知道, 连欧洲的军火商屠夫都看中了贝银与PJ帮, 他不仅成为了新的合约人, 还把自己的新妇德拉贡派到了华盛顿加入了PJ帮。 在这段时间PJ帮开始大肆外扩, 有与其他IP合作而加入的为了复仇而精神的约翰·维克, 有只会使用录音机跟你说话的疯子吉哥, 有女性匪处的科洛夫·邦尼, 也有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之人——智狼。 从小生活在日本的智狼, 在小时候遭受了父母的离开后便加入到了黑帮, 而在这个黑帮里严禁盗窃吸毒与爱上老大的女儿古美, 但智狼最终还是与古美纠缠到了一起并生下了名为剑斗的儿子。 这个行为自然不被黑帮老大所允许, 于是在一次行动里, 智狼被自己的伙伴背叛, 受到了枪击后被关入了监狱, 等20年后出狱时古美已经死去, 而他自己的孩子——剑斗也不知所踪, 重新拿起复仇之剑的智狼在杀死黑帮老大前, 得知了自己的孩子——剑斗的所在之地——美国。 而他想要找到剑斗,必须联系到另一个人——贝恩。 所以智狼也加入到了佩队帮, 一边为贝恩服务,一边寻找自己的孩子——剑斗。 剑斗的存在是为了引人出来游戏里的一条暗线, 这个暗线会逐渐揭露谁正想要摧毁佩队帮。 华盛顿,一个自13年起就罪恶泛滥的都市, 面对着室内时序升高的犯罪数据, 华盛顿的市长麦肯德里克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不得不想办法降低犯罪数据, 必须要抓一部分人进监狱了,而他这一次的目标就是佩队帮。 麦肯德里克这个人我们在前面也说过, 他曾经是大象手下的人, 也是佩队帮修改了选票数据, 才让他当上了市长, 如今的他开始要卸磨杀驴了。 而与他联手的人就是FBI的加内特专员, 这位专员直指了华盛顿犯罪的头号敌人贝恩与克莱姆道奈特的存在, 并且雇佣了冬日队长作为打击贝恩犯罪集团的首要指挥者。 虽然在媒体上口落寻合, 但是贝恩在不久之后就借助了FBI的内鬼, 给加内特专员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监控器, 据说这个监控器可以读取加内特电脑上的数据。 当然想要对付佩队帮的不仅仅有政府机构, 这几年被佩队帮多次抢劫的另一个组织——莫奇沃特也想要铲除掉他们, 毕竟当年的盗取核弹头的仇莫奇沃特到现在还记得, 他们派遣了洛克前来攻击贝恩与他的climb.net这个网站, 但却没有想到当洛克与贝恩接触后两人一拍即合, 反而让洛克成为了新的合约人, 而他的所有合约基本上都是针对于自己的老东家——莫奇沃特。 大闹屠宰场是抢劫莫奇沃特的黄金, 风轮之下是进入到莫奇沃特的核心金带黑几带里面带走原型记忆与金桥, 天之诞辰更是洛克直接把陪这一帮藏在了装有莫奇沃特现金的飞机上, 把大量的现金从飞机上推下来让金钱洒满大地。 短时间内这么多针对莫奇沃特的抢劫, 而每一次都是佩雷帮的突然袭击与全身而退, 不得不让莫奇沃特感到怀疑自己的身边也有内鬼。 为了打消莫奇沃特的怀疑, 洛克也有了新的打算, 他想要出卖佩雷帮, 为了稳住自己在莫奇沃特的地位, 所以洛克安排了一次小小的外出旅游——阿拉斯加之旅。 他借助自己与屠夫在阿拉斯加有一次交易, 而让佩雷帮前来守护, 但在此地等着佩雷帮的却是莫奇沃特早已安排好的埋伏。 洛克背叛了我们,也欺骗了屠夫。 这也就是在结局里, 屠夫特意给了洛克一个大逼兜子的原因。 不久之后到洛水狗结案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在这个结案里, 贝恩在D1里突然被抓住了。 而他在最后嘱咐给我们的话是, 洛克依旧可以相信。 接下来佩雷帮依旧需要洛克的参与, 所以在贝恩被抓后, D2的信息情报直接由洛克接手谈语。 虽然佩雷帮对阿拉斯加时, 洛克的背叛感到了愤怒, 但是既然贝恩信誓旦旦地说他相信洛克, 其他人也只好相信贝恩。 此时的洛克已经彻底被莫奇沃特清除出系统, 如今他能够获得某些莫奇沃特的消息, 也只不过是因为他在其中还有一些人卖骂了。 贝恩被抓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正如同贝恩最初的宣言, 他想要做世上第一大结案, 贝恩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在运营CliminalNet的同时, 贝恩也在秘密搜查某些类似于某种圣杯的玩意儿, 他被抓已经跟神秘血相关, 新成员杜克的加入帮助了佩雷帮解密了 贝恩留下来的某些信息, 在布鲁克林银行的地下金库某处有贝恩需要的东西, 而佩雷帮这一次就是要取得这个神秘的东西。 众人战开金库破坏地板后, 在地板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带有冤尾花图案的徽章, 而在众人掠夺银行后, 赔得帮的幕后政治资源的大象也被FBI的加内特调查逮捕了。 加内特甚至在调查大象的时候获得了某个宝物, 洛克探明了, 加内特正想要用这个宝物与绑架了贝恩的团体做交易, 想要交换贝恩从而把华盛顿的罪回祸首抓捕为案, 结束犯罪狂抄。只是加内特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颅异算盘依旧被培雷帮探明了, 并盗走了藏在加内特办公室里的宝物, 一个与牙医的秘宝十分类似的盒子, 只不过盒子上的图案有所不同。 也是在这一次的行动里, 培雷帮知道了绑架被A的人是墨奇沃特的高层, 也就是所谓的卡塔鲁帮。 于是接下来洛克动用了所有人卖把培雷帮送入了墨奇沃特最看重的地点, 而在里面或许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于是在这里, 培雷帮再次获得了神秘的盒子, 并在撤队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男子与背后的贝恩, 证明男子就是智狼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孩子——剑斗。 如今他被墨奇沃特训练成为了最强的打手, 而背后的屏幕则是牙抑与海火热的贝恩。 收集完所有的箱子后, 洛克安排我们前往另一个场地——沙克索恩拍卖行, 这里是Old Money的精英拍卖场, 而这里的最深处隐藏了一个黑色的石板。 在收集完了三个木箱,一个冤尾花徽章与黑色的石板后, 洛克终于打算到了贝恩被囚禁的所在之地——恶魔岛。 恶魔岛的本身是一个二战后的废弃监狱, 废弃之后就一直被墨奇沃特所占据着。 而这一次洛克帮佩雷帮雇佣了一个鸣金的潜艇, 可以让众人通过恶魔岛的下水道系统突入击去。 但实际上佩雷帮进入时墨奇沃特早就埋伏好了, 信息战不光是我们这里在打, 墨奇沃特也同样擅长, 但凭借着佩雷帮的硬实力, 他们还是强行突入其中, 并把贝恩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而后众人便迅速突围与贝恩碰面。 在突围的过程里, 牙医还不断地用言语刺激着众人, 并告诉众人, 贝恩的体内已经注入了病毒, 即便你们把他救出去, 他也活不长久了。 但即便遭受了折磨与病毒的贝恩, 在面对箭斗的追杀下, 还是在房顶上徒手打死了箭斗, 而箭斗的父亲智狼, 虽然没有脱离佩雷帮, 但是他从此也就不再说话了。 于是故事就到了最后一幕, 如今放在佩雷帮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放弃贝恩然后金盆洗手, 另一条是不放弃贝恩然后金盆洗手。 无论选择哪一条路, 佩雷帮的最后一站都是在白宫, 此时由于华盛顿区出现了莫名其妙的辐射威胁, 所以总统与众多华盛顿要员都离开了白宫乘坐空军一号进行避难。 此时的白宫的全部安保就要由莫奇沃特来担任, 但你从前两日的新闻里知道, 世界各地发生的核爆危机以及总统登机时特意与牙医碰面, 可以判断出来这一次辐射泄漏的背后就是牙医搞的鬼。 所以最后升空的空军一号坠落了, 而总统也不知去向。 但对皮雷帮来说这都不重要, 他们前来白宫的目的是因为以前南北战争时期, 林肯总统曾经签署了一些特赦令, 这些特赦令没有用完并且至今还没有过期。 如今特赦令还存放在白宫地底, 所以只要配这帮攻入白宫拿到特赦令写上自己的名字, 之前所有的罪都可以抵消甚至连这次闯入白宫也没有问题, 所以众人便打尽主意闯入白宫。 在这里有真假两个结局的分支, 如果你一门心思的只为找特赦令, 那么最后的结局是虽然配这帮找到了特赦令, 但是贝恩会死。 所以结局时我们会看到墨西哥的某处众人为贝恩挖了一个坟墓, 并把象征着配这帮的面具丢入其中埋葬贝恩也埋葬自己。 但如果你破解了游戏里最大的秘密那些木盒与石板组成的神秘道具所暗含的信息, 那么你可以在白宫的地底深处找到打开玛雅文明神秘的金字塔雕像。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洛克推着贝恩前来死地兵在一片光亮里消失不见, 这个结局里,Pay Day帮的所有人都金盆洗手在某个南方岛屿里休闲度日, 而在电视上正在演讲的是失踪的总统被重新找回了, 而他正在宣扬接下来的美国即将三倍的强盛, 或许是在暗示Pay Day Sun的存在。 而最后的一句话, American Let's do this, 很明显的是贝恩的口头禅, 所以游戏虽然没有明示, 但是却暗示了我们, 借助了白宫地下的玛雅神器, 贝恩销毁了自己的中毒肉体把意识传到了美国总统的身上。 或许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到神器所在处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销毁的人体影子的原因, 曾经也有人做过这个行为了。 所以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吗? 拿着枪抢劫的Pay Day, 没想到结局的最后居然是怪力乱神的神学, 一切都是那么的符合常理,又那么的有趣。 这也就是大家笑着说Pay Day是魔法劫匪的原因。 我们也是在此刻终于明白了, 贝恩的世界第一的大劫案原来是成为美国总统, 从而控制世界, 这样也确实称得上第一大劫案了, 贝恩真是全程不说空话。 至此,Pay Day 2的剧情彻底结束。 最后,这一次的剧情解析力有没有详细跟大家说的, 是三皇与守护者这种背地里的阴谋故事, 他们在Pay Day里算是隐藏的暗信, 但这种暗信的正式展开或许在Pay Day 3里会说的更加明确。 所以我也打算把这相关内容放到3的解读里, 毕竟3的故事里时间线也在继续推动, 原本退休的众人也因为某件事情都回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与贝恩有关吗?目前还不清楚。 需要我把第三部的剧情梳理完才能够更加明白。 我是狗哥,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收货日再见啦, 拜拜料!